歡迎大家來到數學科達性哲學課程 我們今堂會講角與平衡線 角與平衡線講了什麼呢? 有講三樣東西 涉及相交線的角、涉及平衡線的角和平衡線的證明 第一個課題 我們要講講角有什麼種類 其實這個小學大家已經有可能學過了 不過我怕大家忘記了 所以我就再講一次 首先就是睿角 睿角是講0度90度 就是小過90度的各種角 90度不是弱角 90度是直角 然後比起90度大一點 而且比起180度小的話 我們就叫做遁角 角度剛剛去180度的話 就會叫做平角 大過平角的話 就是180度到360度 我們就叫做反角 就是角的外面 所以叫做反角 另外一個叫做周角 周角就是講 我們剛剛去一條線 剛剛去一個圓形 我們就叫做周角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特點 就是直線上的輪角 我們看看我們平時 這裡 AOC 有AB 左邊藍色 那個大加A 就不用理會 當是補機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兩個角度 A和B 他就說 如果AOC是一個直線的話 AB加起來就會是180度 即是說這兩隻角 加起來就是180度 為甚麼會是180度 我們可以留意 我們平角 即是一條直線的角 我們就會是剛剛好180度 你想想 你將這隻角 無論怎樣劏開它也好 只要將最後加起來 它也是180度 所以 我們即使劏了一大堆 就是ABCD角 但是我們ABCD加起來 都是會等於180度 好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我們就說了AOB是一條直線 我們就想找X出來 所以我們的計劃就是 40度加X加50度 就會等於180度 我們一樣用直線上的輪角 但問題是 你每次用這些特性的時候 你都要在旁邊寫 你究竟是用了甚麼特性 即你在旁邊寫 括弧 直線上的輪角 生括弧 否則老師就會不知道你 究竟是撞出來 一定是怎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計劃到X加90度 等於180度 記住 我們要用方程的方式去做 將90度丟到右邊 所以就變成減90度 所以X就是90度 來到第二題 就給大家少許時間去做 做法一模一樣 做法 就是X加55度加45度 就會等於180度 因為它是直線 所以就是用直線上的輪角 我們加上就是100度 X加100度等於180度 把100度丟到右邊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X等於80度 接下來我們會說同頂角 除了直線上的輪角 除了直線上的輪角 就是用平角去做出來的 我們這個就是用周角去做出來的 一個周角就是360度 我們這次的角度 我們這次的角度 就是ABC加上就是360度 即是說他們的角 只要是對著同一點的話 我們就加上這麼多角度 就會是360度 你可能就會問 如果我們還有更多角度 其實也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它只要是對著同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全部加上 都是360度 我們看看例子 就像這題一樣 X是110度和130度 它的角是全部剛剛貼著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加上它就是360度 一樣用回同頂角 我們就找到110度 加130度就是240度 丟到右邊 我們就看到X等於120度 第四題 讓大家少許時間去做 做法一模一樣 和剛剛提一模一樣 我們加上它就等於360度 對不對 那個就是90度 那個符號 即是那個直角符號 直角角數度 所以加上它就會變成195度 將它丟到右邊 我們就找到X等於165度 剛剛我們說過直線上的輪角 有同頂角 也有對頂角 那對頂角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兩條線 交叉這樣做出來 那我們那隻角呢 和對面那隻角呢 就會一模一樣 對頂角呢 就是說對面和自己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 A和B會是一樣 X和Y會是一樣 記住啦 要是說直線才是有可能的 如果曲線的話 就不成為一隻角 或者它歪掉的話 也不是一條直線 好了 看看這個第五題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X對面那個是65度 對不對 那我們就找到X是對面65度 接著 如果你找到Y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同頂角去找出來了 那我們Y啦 同頂角也好 或者是直線上輪角也OK啦 那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一樣的而已 那我65度加Y等於180度 把65度丟到右邊 那我們就找到Y等於115度 那都看了 那就給大家少許時間去試一下 做法一樣的而已 好 時間到了 那就先介紹X X對頂角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到X等於130度 接著一樣都是用直線上的輪角 那我們就找到Y等於180度 減130度 所以Y就是50度 那我們剛剛就說了三個定理 是不是 直線上的輪角 同頂角 和對頂角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說 有關於平衡線的定理 那首先我們說了什麼是平衡線 那我們最簡單 平衡四邊形 就是有平衡線 是不是 平衡線 我們平時就會用這些箭咀 去表示它是一個平衡 或者是斜斜兩動 就會代表它是平衡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像我們這幅圖一樣 那我們的箭咀 看到這些箭咀 如果兩個都是一個箭咀 就代表它兩條線是平衡 如果兩個箭咀 就代表這兩條線是平衡 就是我們分開去識別 哪條和哪條平衡 跟著 我們剛剛下面 是不是講一下斜斜兩動 我們真的在講 AB和CD平衡 我們就會變成AB斜斜CD 那就代表是平衡的意思 我們數學比較懶 我們多數都是用符號去解釋 我們想講的東西 好了 跟著我們講完平衡線 我們就講一下平衡線 有些什麼的定理 這裡第一個定理就叫做同位角 同位角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到有條平衡線在這裡 如果你看到它們兩個是同樣的位置 好像移了上去的樣子 我們就叫做同位角 A和B就會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AB和CD是平衡的話 A和B就會是一模一樣的 好了 你便會問我們怎樣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個F字形 如果你覺得哪有像F 你反過來看就會覺得像F 你看到F字形 這就叫做同位角 A和B就會相等 有些同位角可能就問 是否只能左邊才行 右邊行不行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你用直線上一輪角 其實我們可以證明到同樣東西出來 我們亦都是一樣 亦都是看到一個F的形狀出來 所以C和D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看看例子 第七題 X是等於什麼 其實我們剛剛學過同位角這件事 所以其實我們同位角 可以找到X是等於54度 第八題 讓大家試一下自己找 唉 數了答案 第八題就是X和122度 其實一模一樣的 接著我們看一看第九題 第九題 它這次有一點困難 又不是X剛好等於30度 或者等於40度 這次就會是等於30度加40度 因為我們要留意 我們是說F字形 那你就會看到X是等於30 再加40度 而不是就是30或40度 所以我們就是X等於30度加40度 我們就找到X等於70度 得出題 一樣都是給大家試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做 我們可以繼續做 我們可以繼續做 對 時間到了 其實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你看到 它也是有一個F字形的樣子 那我們就會是X加50度 是等於110度 我們一樣都是用同位角 把我50度丟到右邊 我們就找到X等於60度 我們剛剛說完同位角 我們現在就會有第二個特性 就叫做內錯角 我們剛剛同位角就是F字形 那這次會是甚麼字形呢 讓大家看看 這裡 我們會說AB和CD 如果是平衡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到A和B 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看看 這次我們就是Z字形 或者好像閃電符號 只要看到Z字形 我們也是一樣 A和B都會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角度 好了 我們下面也是一樣 你說左右調轉是不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記住 都是這個閃電 或者Z符號 或者把它反轉 或者甚麼都好 你看到這個形狀 我們也是一樣可以用內錯角的 接著 我們看看第數個題 第數個題 就是AB平衡與CD 我們就會找到X出來 做法跟剛剛我們一樣 就是這樣塞下去 所以X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找到65度 因為我們是Z字形 所以就用內錯角 第12題 跟剛剛一模一樣 而已 給大家一點時間 其實都是一眼就看得到出來的 很容易看到X其實是143度 因為我們也是Z的符號 所以找到是內錯角 143度 接著就有點難一點 第一 第13題我做給你看 就是AB 這個是PQ 和RS 就是平衡的 我們一樣都同一個Z字形 我們就可以找到 X加75度 和135度 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要是 因為我們這個是內錯角 所以X就是135度 減75度 我們就找到X 是到60度 14題 給大家一點時間做 好了 做法也是一樣的 不過可能是有點難的 留意哪一條和哪一條平衡 好 時間到了 我們也是一樣的 用Z的方式去做 我們就看到 50度加X 就等於58度加48度 所以我們就會偷出這條式 一樣都是寫內錯角 記住 我們寫這些原因的時候 就是寫特性的時候 要寫內錯角 就好 哪一條線 平衡於哪一條線 OK 我們就可以看到 X等於106度 減走50度 就等於56度 講完剛剛那兩個特性之後 第三個特性 就是同行內角 我們剛剛有F 有Z 這次我們會是什麼形狀呢 我們看看它的特性 AB和CD平衡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A的角度和B的角度 加起來就會是180度 這次是什麼形狀呢 這次我們就會是C的形狀 Z F之後就會到C 我們就可以找到 右邊也可以 左邊一樣也可以 所以C加些東西也會等於180度 好了 我們看看這一幅圖 第十五題 X和71度 這次我們就不是這麼簡單 X等於71度就完了 我們這次是要加起來的 因為我們這次是C 就是X再加71度等於180度 同行內角 OK 所以X就等於180度 減71度 答案就是109度 16題一樣 給大家試一下做 好了時間就到 其實做法一模一樣 X加126度 就會等於180度 因為我們這次也是C字形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們就得出這條式 126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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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到右邊 就會找到X等於54度 然後這個 比較難一點 有多幾個角 我就給大家看 82度 和X和33度 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也是C字形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加起來就等於180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到 哦 原來X就是65度 11題 讓大家試一下做 是吧 留意到了 Rs和Pq是平衡的 我們要找X出來 我們這次就有兩個X 其實不要緊的 你看到也是C字形 所以就是把那些角度 加起來 就是180度 所以X加85度 加X加35度 就等於180度 我們就把它化減回去 x加x就是2x 85度和35度丟到右手邊 我們就找到2x等於60度 所以除2就會找到x是30度 我們剛剛就學了一大堆三個 就是怎樣可以用平衡線 就找到一隻角出來 但是這次我們就要找怎樣可以用角 去證明那兩條線是互相平衡的 那怎樣證明呢? 其實我們都是用那三個方法 同位角、內錯角和同旁內角 這三個特性去證明它是平衡線 我們先看看第一個 同位角雙等 它的名字叫同位角雙等 多於雙等兩粒字 多於雙等就是代表我們拿來證明 如果A等於B的話 那A、B和CD就會是平衡的 內錯角雙等 那是什麼意思呢? A和B一樣 就是A、B和CD會互相平衡 其實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跟我們剛剛在前面 只不過是反過來做 我們之前是先平衡線 有了的 之後才再找到一隻角 這次我們就是有了一隻角 之後才再找回它是不是平衡線 好了 同旁內角叫互補 那就不是雙等了 因為我認為這次是A加B等於一波速度 而不是A等於B 我們才可以證明到AB和CD 平衡於CD 接著我們看一看第十九題 它就說要找BED出來 B就是要證明它們兩個是否平衡 讓大家試試自己做 好 好 好 時間到了 那BED怎麼找呢? 那記得我們千萬不要一開始就說 哦 我用2線就可以了 可以立即找到125度 這樣 那一隻要用內錯角那個 那記住了 我們未證明它是平衡線 它未證明它是平衡線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要用它的那三個特質 我們要證明它是平衡線 我們才可以用那三個特質 即是同行內角 同位角 同內錯角 那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就用直線數一輪角了 直線數一輪角 我們就是BED加55度 就會等於180度 所以我們就先可以找到BED其實是125度 之後我們再做B的題 因為BED跟CBE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角度 都是125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證明它們是互相平衡 即是AC和DE是平衡的 我們就寫內錯角相等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證明它們是平衡 不需要再寫亞外的答題那些東西 第二十題 一樣都是給小時候 給大家試一下做 做法也是差不多 不過這次是用第二個定理的 AQR 一樣我們找AQR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開始就用同位角去找 即是不要用那個F去找 那我們這次也是一樣用直線上的輪角 去找AQR出來先 AQR就是180度減105度 那我們就找到它在75度 來到B塊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計算了AQR是75度 我們看到AQR和CRS都是一樣75度 我們要證明它們是平衡線 因為它們這兩個是相等 所以我們就可以證明到AB和CD是互相平衡 記得我們要在旁邊寫同位角相等 來到二十一題 我們就看到它有BF和CE相交這些 那它就問AB和CE究竟是不是平衡呢 那這次就沒有分AB題了 那就要大家試一下自己想 究竟我們要找到什麼角度出來 之後才可以用我們的證明平衡的特質 去找到它的平衡 那我給大家一點時間去做 時間到了 那怎樣做呢 那我們先看看 我們可以用對頂角去找到CDB出來 CDB就是對頂角一樣 所以就是70度 然後我們就可以留意想 CDB和ABD加起來其實是70度 加110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兩個加起來就是180度 所以它們兩個加起來是180度 就會變成同旁內角 這次就是互補了 留意一下我們錯角和同位角就是用雙等 而同旁內角呢 我們的理由就是用回互補的 因為它們不是雙等 它們是加起來180度 所以就是互補 這個要留意一下 這個是非常之容易搞錯的 好了 那我們先講講今課我們學過些什麼 首先我們學了涉及相交線的角 即是直線上的輪角 同頂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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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到 加起來就是360度 而我們最右邊 對頂角 就是跟對面的角 是一模一樣的 就會叫對頂角 就是A等於B 和X等於Y 第二樣要學到的就是涉及平衡線的角 即是拿一條平衡線去找些角 我們有分同位角 內錯角和同頂角 同位角 就是說我們F字型的話 就可以找到 這個角和這個角就是一樣 A和B就是一樣 內錯角就是Z字型 同頂角就是C字型 然後C字型的比較特別 我們就是要加起來是180度 而不是說雙等 第三角 就是涉及平衡線的角 我們就說要證明它們的 證明它們是否平衡線 你看到上面沒有一個平衡符號 如果A和B是雙等的話 我們就可以證明到AB是平衡於CD 這個就是同位角 雙等 內錯角 雙等 而同行內角 這個互補就是加起來要180度 所以這個就要留意 那今堂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問回你們的淫教老師 那